謝謝張偉,謝謝主席 那我請我們的部長 請邱部長 委員好 那部長好 那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這次因為要抓出這個粉油 我們因為是那個檢調來做配合 那我們才有拿到這樣的一個那個數據 那我們才有辦法來做這個粉油檢驗的這個方法 才有破解 那我們要有什麼 我們要不要 我們現在目前的話 我們自己本身有沒有快點研究出來說 針對這些粉油檢驗的方式 我們到底研究出來了嗎 我們有研究出來 我們才有可以有辦法渡解 真的不削葉子 這樣的一個 一個才有辦法來渡解他們 我們有真正研究出來了嗎 是 對於檢驗方法還是請 包委員 這個分兩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說 在我國的現行的規定裡面 調合油裡面混油是合法的 那合法我們都可以接受啊 只要你標示清楚的話 對 合法我們都可以接受啊 就是要標示清楚 那第二個就是 在添加的油品裡面 不得 參入什麼東西 這個是我們是有檢驗的方法的 現階段 因為我們之前就是 因為我們把時間 延當之 延當了 才我 因為我們在檢驗的這個 這個混油過程 因為同葉粒素 我們自己本身是 我們的儀器是檢驗不出來 所以把它延當了 延當了之後 我們後來又把那個 泰山 或者是那個 胡塑 再把那個同葉粒素的這個部分 又檢驗出來 那我們這個檢驗的儀器 是不是我們現在目前的 而且還有一台 我在報紙上面 看只有一台 而且又把它抄到爆了 那我們到底是缺在哪一個部分呢 跟委員報告 因為它那個是高階質譜 就是百分之百的利息 可以完全確定 好 那那一台儀器是比較貴 可是目前我們國內有兩台 那現在我們今天已經也有 認證過有兩家民間的公司 他們也可以來驗這個同葉粒素 那表示說我們自己本身的 檢驗的這個部分 還是有一點落後對不對 沒有 我們現在是 是最新最好的 那既然這樣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 利用透過這一次的 這樣一個 一個實安的這樣一個危機 那我們是不是來成立一個 國家級的實驗室呢 這個是 有沒有這個必要 這個國家級的實驗室 已經有很多 我們的那個單位 那個也是 你們哪一個單位也是 我們的眼間組裡面的那個 標準實驗室 就是國家級的實驗室 所以這一次的方法 國家級的實驗室 對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開發出來的話 那我們如果說 我們自己本身來定位把它做好的話 那整個食材 整個食品 我們自己本身有 有辦法這樣一個 轉礦 那個掌握 那我們在第一個時間 我們都可以把它 那個一個檢視出來 我們這一次可以檢視出來 是檢調來協助我們 是不是這樣 不這樣 是不是 這個方法是我們獨立開發出來 然後 這一次的那個檢 那個 因為有混友實驗室檢調 幫你們檢檢查出來的 幫你們把這個片方檢查拿出來的 還是你們自己開發出來的 還是你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的 國家的實驗室檢驗出來的 我們自己國家實驗室檢驗出來的 我們既然自己國家實驗室可以檢驗出來 我們為什麼放任這麼久才可以 才把這個混友這樣的一個 同業力士才爆發出來呢 那個是國際上目前沒有一個 除了假如有標準品以後 他就可以驗 假如沒有標準品的方法 是我們獨立開發出來 在開發的過程之中 那表示我們要肯定我們自己的 是不是 目前 我們要肯定我們自己的 是不是 是 我也非常願意是這樣 我們自己要肯定我們自己的 你今天還讓媒體來消遣我們那個 衛福部 今天還讓企業來消遣我們衛福部 我們是 署長 那你要怎麼解釋 我們是不會支持 今天讓企業來再消遣我們衛福部 我們也不知道企業要做這樣子的 廣告的刊登 那你是不是把這個食材自己 都拿回來自己 我們國家自己來管理呢 食材 食材 比如說原油 我們這些橄欖油 有啊 可能 因為我不希望 這個我們現在已經 我不希望說用幾張公文這樣拿來訪訪 我希望說我們真正務實的把這些事情 把它 徹底的把它改 把它做好 可能有在我們現在今天報紙在寫的 說有四種 有四種的等級 那四種的等級 那我們是不是要跟國際來接軌呢 我們是不是我們的食材 是不是要跟國際來接軌呢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已經啟動邊境 所以他現在進來的東西沒有原廠的檢驗的報告 我們是不允許他進來了 那假如就算他有進來我們也有抽驗 我們也不能完全相信這個對方的報告 假如說我們已經有驗出來的國家的油廠出來的 我們甚至也會逐批檢驗 所以我們這已經啟動了 就這件事情完以後 所以 而且我們油裡面也按照它的規格書裡面 因為我們以前並沒有那麼嚴謹的來界定四種油 油裡面的添加同業力數 那我們現在有方法能驗我們現在已經逐批抽驗 我們也從邊境上沒有抽驗的結果 我們是不放行的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都已經落實做了 那您經過那我請部長來回答 我不要跟您這樣在那邊 那部長我們要真正要落實這樣的一個檢驗的機制 那我也希望說經過我們這樣一個 在這樣一個實驗室的這樣的一個 規矩這麼多的資料 這麼多的資源 那也算是這個 我們這一次蒐集這麼多的資料資源 也算是我們食品安全的一個 我們民眾的一個 一個那個重要的一個資源 我希望說透過這一次的那個不對 讓我們民眾真的能夠獲使獲得一個食品的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整個這樣一個做一個最好的改善 那您看今天媒體也來公然來挑戰我們衛福部 公然來來羞辱我們的衛福部 那我是不是我們透過這一次的真的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來建立一個讓民眾一個 建立一個最好的一個食品安全的這樣一個規範 整個來把它機制把它建過完整一點可以嗎 是我想今天這個有關那個廣告 因為我們一早七點就開始開會 那還沒有深入去 我們現在有一批人正在研究他的怎麼對策 那麼我想至於建立這個整個研究的這個檢驗的功能呢 事實上我們在塑化劑已經學到很多的這個機會 因為這個油瓶的檢驗又比較特殊 塑化劑的時候我們當時有六十幾家這個合約的實驗室 那都認證過的 那這個油瓶呢它檢驗比較困難 特別是同業力術師我們自己開發 那我們這一次如果說我們在那個修法的構成 我們要不要把它納入進去呢 是 我們要不要正式把它納入進去 就是有這個以第三第三則檢驗的這個 跟委員報告我們前兩天也開會 會納入三級品管的概念 就是說除了這個原來的公司自己要有品管 還要透過第二則來幫他做這個集合 然後我們政府是第三級來管理這兩個單位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常規的做 從原料半成品到成品都要 因為我們在這一個整個這一次的信心 對我們政府這樣的一個信心的建立 我希望說我們衛福部要真正讓民眾來實際的來 讓我們給他們實安的這樣一個問題 讓他們實真正我們的威信 我們這次真的是要建立起來 不然有沒有辦法做到 好我想一定一定會做到的 這一次我們不但修法 比較加重刑法或者是罰款的話之外呢 當然實安基金也要成立 那另外呢我們在行政院的 已經有一個聯合積查局地小組 那慢慢會擴散到各個層次去 那這個跟我們我說跟你講的 說跟國際來做這樣一個同步的檢驗這樣一個規格 那像橄欖油的話就有四種的等級 那這個棉子油的話是很低級的一個橄欖油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國際上面就沒有進口 那我們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禁止進口這樣的一個 棉子油的進口嗎 那棉子油是全世界都在用的 那個棉子油這個渣 那我看都是禁什麼棉子渣 橄欖渣 跟委員報告 這個主要是登陸不死的關係 假如登陸死的話 就沒有後續這個問題 因為你假如按照比較常規的規定的話 例如說我們的棉子油是可以進來用 但是它必須要精煉過 精煉過就沒有棉芬 那你說那個橄欖渣油是可以進來 但是它只能工業用做肥皂 那就沒問題 它現在是進了橄欖渣油 來把它當橄欖油 混到橄欖油 做這個不死 因為我們沒有規範好嘛 才有這個不死的產生啊 因為我們沒有把它規範好啊 所以我們從這次的事件裡面 我們已經會從關口的地方 它的物資進來的登陸 我們就要流向追蹤 登陸確實 我希望說利用這次的話 真的在我們衛福部 真的要靠你來做這樣的一個 整個微信的建立 再來就是那個 我們現在目前的 生乳跟那個鮮乳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生乳跟鮮乳在喝的 那個小兒子在喝的這個 生乳鮮乳這個部分 有加奶粉的這個部分 那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像這樣 標示不實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你們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說 全部掌握好這樣的一個奶粉 標示的話 我們會在明年 最慢明年中 就一定要強迫 這個完全的標示 因為喝牛奶的這個部分 是非常多的 我的孫子昨天跟我講 阿嬤 因為您是買了那個 煮了那個黑心 烏心 他黑心他講成烏心 你就是因為那個 用烏心的油 煮那個 那個蝦子給我吃 讓我那個透晒晒 那小兒子現在都很清楚 你下次不要買這樣的一個東西給我 所以我對這個食材的這樣的一個管控 我真的是有點 我們政府真的是有一點 愧對我們這些 國家未來的動量 這麼小的他都清楚說 你買了烏心的油 來給他吃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真的在這個 我們國家未來 下一代的這樣的一個健康食材把關 我希望說我們真的 利用這次的整個微信 我們要建立起來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